Amen Amen 好了 你准备好 要聆听神的话有没有 Amen Amen 两个三个 你准备好 要聆听神的话有没有 Amen 那我可以啊 新年来讲一些笑话 不活着不好笑 你也要笑一下 讲笑话是有技巧的 真的 你要讲笑话 不是你心能笑 你要搞到人家笑 才真的笑话 OK 那有一个好吃蛮多的藏族 整个在家里不做家屋的 比如说这里有没有 在家里不做家屋的 不要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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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没有我讲似的 他说 我们也是 本人 我们搞得是 公党的公党 公党的 公党的 要好想 藏 这是才会 啊 因为说 你要共党的 ước 有一个 放下 撒冷前,小姐馬娘在替替我替我講, 年輕人親愛的, 口臺,去揍很少不了。 我會被一個人, 我跟你們說, 被一個人沒有, 我會被一個人說, 那我怎麼這麼動力? 我的人比較難著, 我的人講起, 我的人不詳細, 感謝很多人, 笑話說了, Alright, 好,那我当归家 今天我要讲,因为我已经讲福建到了,今天讲福秀 我没有过年啊,我帮助你一个过年的 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了不起的人 然后他经历了120年,然后上帝把他借走 他人生有经历了三个阶段 每40年,40年,40年,又40年 这三个阶段,摩西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传奇人物 然后他住的一生呢,就过了一个很不平凡的生活 然后他从出世之后的三个月 那时候埃及法要把这个以色列所有的孩子都杀了 然后他的姐姐,摩西的姐姐,还有他的父亲母亲 为了要保命,要把他击活 就把他放在那个,那个炉尾里面,放在河里面 就这样了,白白了,不知道了 可是,很,上帝很奇妙的保守他 他被法罗里德捡回来 收为弟子,收为养子,把他养大 所以我们看到他摇身一变,由奴隶变成王子 又上帝几时,他全秦朝野,这下风雲 就这样,自乎几乎是才自首遮天 然后又打回一点情谋 然后在荒野里面牧羊 天地,天地为床 以酸物为一 经历了火凤凰的重生 然后成为神 自拿着神的外战,成为神的仆人 奴隶,生而成为皇室 再由皇室宗族沦落成为逃犯 再由掌管羊群的坡洛妇 竟成为掌管几十万大军的党衰 令人惊讶的是,主爱已经是正乱形容摩西了 他说他跟上帝是好朋友,大家好朋友 他跟上帝是面对面讲话的 圣经形容他是一个世界上最谦恶,最谦卑的一个人 是与我面对面所认识的 他说是一个在神的家非常尽忠的仆人 一个被通缉的撒罗伐子 一个卑贱的牧娘人 竟可以被高调的 高调、格调的被提升 被当地称呼为神的仆人 神的仙之 神的代表人 是一个前古古人后来着的先知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看他人生的过年的三个结果 第一个,大家讲 大家讲,皇宫自我的生活 皇宫自我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看 那时摩西生下来 去领飞板 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给输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写了埃及了一切的学问 说过行事都有大人 他满了四十岁 四十岁 心中起义去贪断他的弟兄以色列 我们看下去 二十四天到二十六天 而当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就为他们辩护 为他受欺压的报仇 打死那埃及人 二十五天 他以为弟兄毕临摆上帝 是借他的手 去拔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斗争 就欠他们和睦 说你们两个弟兄 你两个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我现在去看 那欺负临摆了 把他推开说 谁立你做我们影秀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了 听着我就逃走 他国家给他说 以米店地做特鱼 在那里生的两个儿子来做报告 主要说 听着我祈祷 问这两个人去门 红柴, 堂医药, 让你们修饭的。 主其实都是你在那里, 主不阻nant的原因, 就在这内容, 却我们刚才将来发现几岁岁, 我們一百二十歲 都一定會 像我送你在訓練 像我送你在訓練 你會不會再講 我的儀道公主來送你 你會不會再講 來 四十年的公平生活 模式一定獲得超級的教育機會 超級的生活享受 超級的知識和體能的訓練 模式肯定是一個穩乳雙全 上肢天文下肢地理 十八萬五億 沒有一樣不精通的論壇 我們想看得到就是這樣 但是喔 那時候的模式是有勇無謀的 他以為自己是超人 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一個民族 更合他的事 他選擇了一個不合法的手段 不公義的手段去達到他的理想 聖經說他左右觀看見沒有人 就把埃及人給死 這樣的手段和埃及不公義的王權沒有分別的 以一個不信神的人沒有分別的 以一個充滿自私私信和野心的人沒有分別的 神不要 他有用 但是神不要用這樣的人 他在公天裡面已經耳濡目來了 學到法老王一樣以自己為神 有權去操縱別人的身世 因為我們看到黃東裡面的訓練呢 是頭腦知識 是技巧 是可以增強自信的 也是能夠使人驕傲的 永不下去 牧羊的訓練呢 是心靈的進化 是導通自己 導通自己 導通自己 靈魂的訓練 靈魂的訓練 讓人比較容易接近神 也讓神去接近阿弥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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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現在 做出的環境是重要的 有時候神把你放在荒野 做一些很不相關的事情 你會覺得有一點小財 大財 大財 你知道嗎 早在三千五百年前 牧羊人的工作 今天如果你是牧羊人 你是佛妖 你是摩雪的人 你一隻羊要三千五百 你只要一百隻羊人 就很負血了吧 可是摩西的年代 牧羊人就好像我們今天的MPP 少駭 少駭 我沒有那麼多 我在黃東裡面 學啊 中學論 我來這裡照顧他 對不對 那麼你 如果你是摩西 你明白摩西的事情 都會關於 現在面對的問題 而你所面對的情報 不是一模一樣 摩西很落魄到一個程度 它完全 我敢想像 為什麼它會淪落到怎麼樣 然後我們來看大家 四十年牧羊的訓練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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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看兩年四十一 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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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看三十節到三十二節說 過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荒野 有主的天使 從經濟火焰中 向摩西顯現 摩西見到那意象變絕的時期 他正近前觀看的時候 有主的聲音對他說 我是你列祖的上帝 就是亞伯勒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摩西戰戰兢兢 不敢觀看 三十四和三 三十三和三十一節說 主對他說 把你的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惑 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被他的聲音 我也聽見了 我下來要救他們 你來 我要拆你往埃及去 摩西當年 在荒野牧羊的四十年中 面對的正是這樣難耐的故事 可能 你所面對的現在的情況 可能說 沒有人明白我 沒有人知道我 沒有人也了解 我告訴你 我心中經歷這些東西 我現在在荒野裡面 曾經說 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因為日本的日本的外國 twisted 天上山山野狼狼 風吹草地見流氧 行動 這樣禍面 不是一個很行動 禍軋的禍面 做出一個黃過洋 但是對於摩西來講 它一個很糟糕的情況 它對自己 完全是絕望 McCormick 上面对他的托付和的知识啊 日渐模糊了 阿密摩西面对弱者的同情 并没有得到他以色列族 犹太人同胞的接纳 这是让人很沮丧的事情 如果你要帮助人家人家拒绝你 你会不会感觉到很沮丧 摩西是怎么样 摩西在40年的姑娘生涯里面 肯定会拯救本民族就是以色列人的好情 好情的大大的减退 减退 对自己 我猜想那时候我想出来的 摩西可能面对了有缺了 就失去了那三种的知识 第一 拯救移民百姓的好情装置美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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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那些什么 要不感谢我 要不爱 要不感谢你 对吗 阿密身为一个王子 在皇宫里面的摩西 在法老的皇宫里面 学了民间得到他的知识 圣经说他学为埃及人的一切学问 可能40年过去了 皇宫的故郊不在不在了 或者不在其位了 意味着摩西啊 已经没有人脉了 另外你有试过没有人脉的情况吗 摩西没有了这个公关的条件了 连埃及人的那一代的人也把他忘记了 可能他也不知道谁是摩西了 然后我们看到最糟糕的是 以前啊 他讲过很 number one 的 是雄变滔滔的摩西 如今圣经说 行为他是笨头着实的东西 第二点 当你的方念 你面对三个方念的时候呢 你的智信就越来越少了 摩西的原因 笨 Wiše 了 不能言,不能言的人,就是你从对古人说过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奋从着死的。 可是上帝要让你摩西知道,摩西啊,摩西,你就是那个少不尽的精致,神从荒野里将摩西拉出来,给这个活死人在富与灿烂的生命里,摩西有什么回应呢? 摩西有什么回应呢? 他可能在这个光年四十年的生涯里面,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和本能,因为没有人可以谈,也无话可说,也无言,每天他要讲话,所以回应他, 啊,买,摩,啊,夹握的,ия,哎,祂也 true,吃财,吃柿,吃 菇头, emails,吗. 他遇到了,他遇到了,不是人,他遇到的,要是余ín,不能给他回应的。四十年,四十年在矿野里面,没有人可以跟他说,有事情彩冚。 摩西遭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磨练40年 装备40年在宫宫里面 结果把他拉到最低谷 让他来到荒野里面牧羊40年 上帝又聊几样东西 不但如此他对一切 甚至对自己也是去了兴趣 他对神说 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啊 不会来 因为摩西自己可能也忘记了 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摩西强人 现在摩西只是一个潦倒的牧羊人 还可以有什么错误 有什么隐蔽呢 摩西绝对死 I mean 那绝望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所有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和因素 都非常不利 一切都不可能了 他可以做的就是在荒野里面 孤独中了 和家人度过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生活 如果你是摩西的话 你想象你还能做什么呢 还能做什么呢 还能做什么呢 但是神的回应很清楚 他要摩西轻眼目睹一个不可能的意象 然后神 因为摩西在神里面中就是那个烧不毁 焚烧不毁的经济 上帝透过那个烧不毁的经济来告诉他 然后上帝靠用这死的目障 变成我神圣的神来告诉他 上帝也用麻风绝症的发生 然后全力来告诉他 摩西啊摩西 你所侍奉的上帝 你所认识的上帝 是一个福中深有的上帝 你的上帝是一个可以叫此以死为神的上帝 能够使自以为已死的摩西复活不来 你讲阿们吗 对上帝他可能也 产生了以下的怀疑 不是吗 我想象你想象摩西本世摩西在光年十十年 他会想 上帝啊 四十年过去了啊 以色列灵啊 几乎被压碎了 神啊 你师父还要实行证经呢 以致摩西啊 那野火的使者 从景济中火焰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摩西就没有马上看出地下来 景济被烧着却没有被烧毁的意思就是 尽管以色列灵面对很多的苦难 面对好像火烧这样 可是他能不被烧毁的意思就是阿们吗 我们的人生 弟兄弟弟 你很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分别 你的分别在 就算你被火烧跟他们一样 但是你不能被烧毁的意思就是阿们吗 第二 摩西对神的属性认识摩西 以致神宣告要这样提醒他 摩西我是你做工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啊 神要透过他的祖先 亚伯拉罕 神要透过以撒 透过雅各来告犯 我以前怎样对阿伯拉罕 亚伯拉罕行骑士 行大人 我准备对着 亚伯拉罕行骑士 行大人 我今天 仍然是那个上帝 可以听讲阿们吗 我要鼓励你 我要告诉你 阿们 我要你有一个看见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无论你现在面对如何的情况 神说我没有改变 很重要的事情 上帝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 神不改变的神 可能这个环境改变 人都会改变 以前这个人 对你好心的 对你不好了 人都会变的 环境会变的 你的财务也会变的 你的工作也会变的 唯一不变的 你要感谢神 祂是绝既既既 直到永远 永不改变 阿们 今天我在新年之后 我要鼓励你 神是不改变的神 你呢 神不改变的神 我可以讲一个模糊 我让你回到现场 三千五百年前的现场 摩西如何面对他的 一切神的一个经历 阿们一起来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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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es Moses I am here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of Isaac and Jacob You are here I am I have seen the misery of my people I am sending you to Pharaoh To bring them out to Egypt I will be with you With your power I will set my people free And give you my power, you can't open it 有一件事情 我要你注意到的事情 從摩西身上我們寫信 上帝是個很幽默的上帝 我要你看到 上帝對摩西說 我親眼看見我百姓的困惑 我下來要救他們 但是你去 Hello 我叫江江 可能你不清楚人家說嗎 上帝對摩西說 我已經親眼看到我百姓的困惑 我下來救他們 我現在要你去 聽好了 下面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一個任何神的大工作 大任務 上帝不會自己去做 上帝在尋找夥伴 上帝在找他的夥伴 摩西當時就是上帝選選的 我要你跟我一起去 我要告訴你 其實你並不孤單的 上帝的個性 上帝的屬性 他不是當槍斃嗎 他自己做Hero 他知道自己的所有東西 他要去產業 可以聽到一家人 你的生命當中 神說 你說我 我告訴你 你再等很多一下 神會讓你知道 神會讓你知道 祂要跟你一起同工 同行 同宅 那也就是因為 這句話 我今天人就做到今天 我服侍神 整個十年 每一次我覺得 我不行 我不行的 我說 這句話 又在提醒我 我並不孤單 我並不是一個人在做 是上帝跟我一起去 上帝和我一起同宅 Amen 所以我要鼓勵你來出惡神 神沒有拋棄你 神也給你同宅 來 你看到 到 到現在 耶摩西 呼召祂的時候 阿民上帝 呼召祂說 已經年紀老 八十歲 所以八十歲在這裡了 別教我 哇 你們都是年輕人 這裡沒有 你有八十歲的人 神在用 你也很老的人 神在用 你說 哎呀 我不行啦 我已經走到我的地方了 我還不怕 我已經很老了 我很不知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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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神正好 有摩西八十歲 從摩西的身上 我們看什麼 不是年齡的問題 而是神在捲血的問題 而且當神捲血你的時候 你不要說你沒有 摩西也講他沒有 我不是講話 神說我給你人 我給你養 我給你什麼 神供應他所有的需要 所以我們來看 我要鼓勵你 你有什麼 你有看到摩西總共八十年嗎 若沒有這八十年的荒蕭生活 四十年的荒蕭生活 和四十年的荒蕭生活裡面 摩西沒有辦法 帶你以色列人走過那個荒蕭四十年 那個訓練是大部分的 來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明白我這樣 我要告訴你 耶穌活了三十三歲半 但是耶穌不用了三十年的荒蕭 也不想來準備 來完成伊撒拉尼 你看那個對比西多大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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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你服飾的更重要的 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 你會不會來的 那是不會來的 我太著了 一個問題 是因為 你會不會來的 你會不會來的 我真的來的 結果我都沒有 從你來的 有行為 你來的 你能夠轉動 阿免 第二點 我要告訴你 耶穌二 上帝要使用你 上帝在你生命當中有 有計劃 但是 神說你等候 你要是磨落 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样吗? 亚伯拉罕的问题在那里,你爱五年吗? 他希望他以后有人继承他的产业吗? 可是七十五岁神说,我要你,我爱好路, 所以他们对于成交难,他需要一样的人, 他需要一样的人,他需要一样的人。 可是他觉得他不懂? 他还为olicit? 他就觉得他自己在说,他就不懂。 他就说他不懂了。 神让他等过到二十年才能看到死亡, 以上存在 所以我要告诉你好的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 你跟上帝有什么丽业 听好啊 你求的业大 听好啊 我认真就讲 上帝叫我跟你讲 你求的东西业大 你需要的时间更久 可以跟你讲吗 如果你觉得 你跟上帝求的不是一件大事情 你不要希望能听话 也知道的 那些人一般先要 多多半年 就会投入 别未必给你了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你要依靠上帝 你要等候上帝的时间 那我帮助你啊 很多人不明白 圣经里面的时间有两个 看你 上帝的时间叫Kairos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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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之后,他的老板,他的姨,告诉他,如果第四次有人在叫你,你要说,上帝我在这里,我听你。 很多人在你生命当中,Romanian,你听不到,Michael,你听不到,Paysan,你听不到,你错过了,他就错过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不是讲一个时间,我要告诉你,我们需要待能够赛。 来,大家继续看最后一段的情况。 来,后面一起看,大家讲,四十年,框年,乌鸡汉。 圣经说,我们看啊,35节,这摩西就是被百姓所居,说,随地你作我们领袖和神贪官。 上帝却借着他在颈记中显现之天使的手,拆开他做领袖,做救赎。 这人领白姓出来,在埃及地,在红海,在框年,四十年同行了,四十年前行了神迹奇事。 原来他又要,我可以讲,没有八十年的训练,没有八十年的等待,没有八十年的寂寞难耐, 你没有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 给你讲明白吗? 所以这几年来鼓励你,只有到八十岁,八十年了,摩西才能够变成一个不自我。 神将摩西从皇宫拯救出来,摩西变了,变得更像埃及皇室的领袖。 变得同胞也质疑他,变得神也不能再用他。 神将安置在框年,赐他一个很好的老师,让他有空间,有时间,做彻底的反省。 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当中需要框年,这里上面需要框年。 框年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它是一个训练你最好的地方。 虽莫虽如此,这四十年的光业生活,是摩西经历了身心灵的黑空气。 本可以预备备受埃及和以色列两族人的尊敬和羡慕, 但现在的他,孤苦伶仃,忠治和烈治,封杀和羊群为伏众。 他失去了尊严,他失去了地位,他也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标。 他是一个彻彻比你的失败者。 我不知道几天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失败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样看,要不要看你,怎样评价, 哎呀,我怎么没有失败。 我可能认为你失败者,在新的一年我告诉你,如果你认为你失败, 我这里有介绍你另外一个人,他叫摩西经,摩西纳,摩西纳。 他是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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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我们这里的认为的一个人更失败, 没有东西他给做成的。 然后我们一问,他还有翻身的机会吗? 那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大概是无忌嘛。 孤独和寂寞嘛。 当一个人有信投入一项的事业的时候, 如果得到战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努力嘛。 受到批评啊、非议啊、误解啊、陪于堆板啊, 也能够助使你自我发心,然后从压力变成动力嘛。 但是摩西这些都没有。 摩西就过了然后平平的四十年, 另外的四十年,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告诉你啊。 所以为什么上帝选择摩西呢? 圣经是这样形容他的时代, 来到信业的时候, 希伯来书说摩西, 我们来看摩西的印象中华。 摩西因这信到长大的时候, 就不可称为导导女儿的儿的儿子。 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一同受毒, 也不一定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的凌辱, 并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看重他那所要的儿的赏字。 可以听讲阿妹吗? 我来告诉你,你要上帝的能力吗? 当然上帝的能力就是对, 真正是对在人对自己的彻底绝望当中, 在人不可能依靠自己的任何之本而能力的时候, 神的能力才真正的简线给你讲阿妹吗? 对。 因为人的镜头是人的开始嘛, 你还有字免的时候啊, 上帝的说, 上帝的说, 不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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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说, 主啊,我阿妹, 我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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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今天的报纸啊, 有多少个人感受, 我会挂回非常多人, 除了佛心。 神在等候我们改变啊, 祂在魔力, 我们成为祂, 赫独心意的人。 面对魔, 面对以色列百姓的激情反叛, 面对中长老的非议, 面对祭司地位人的判断, 面对铁切哥哥们等亲人的攻击, 摩西仰赖的完全是上帝的能力。 阿妹, 阿妹, 我要告诉你, 他知道自己不行, 所以不得不全然的靠谱。 在对摩西一世又一世的熬夜中, 神针对摩西在光远, 以上三种自卑的情节, 铸成了摩西以下美好的品德, 美好的品性, 圣经A, 如果啊, 我今天跟你讲, 我埋伏像是很谦卑人, 比世界上谦卑, 比任何人还要谦卑, 我现在比较是不值钱人的。 对吗? 那罗文来跟我讲, 我们跟别人讲, 欸, 牧师心的谦卑人, 这个品价还可以, 他是不是最好的品价来看? 阿妹, 我们来看, 那上帝亲口过了 上帝两个亲口 听讲这种摩西呢 摩西圣经讲的 一二三 摩西为人 再一次好吗 一二三 我们看到摩西变了 不变好像以前那么张良 不像以前那么张狂的 我们看到摩西变得很谦卑 在皇宫得到的学士 和解释的故教 没有了 摩西每次去见法罗的时候 和法罗每次的战争 的战争都不得不依靠 在人看来完全 不可能的神迹 所以神要你当一个地步 你要完全依靠他 在年初的话 神要告诉你说 你要依靠他 完全依靠他 阿们 阿们 所以摩西就是 这么样的情况 没有人 没有人所能依靠 完全是要依靠上帝 这个自称 那个笨头脱脱的摩西 在生命纪里面 竟然能够完成三次 长篇的演讲 最后 给了一个 意义升连的一个移注 他说不能讲 可是他演讲的讲 准备了三篇演讲 很长篇的演讲 在圣经的距离 你回去看圣经他 他写了什么 所以听了 我告诉你 神的忠用 神的忠用 背后是什么的 忠用 上帝在四十年光年的呼吸当中 摩西把摩西的老婆 中中的压碎 后采用他 只有在痛感 自己彻底无用 单单仰望神的灭兽 一个人 才能够被神耐用 原来每一个神中用的一个人 背后是有很多很多的有用 神让他看到 你靠自己是不行的 你靠你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 如果在口里面 不是你不几把一把切给你 如果不口里面 都在弄掉了 我们要被带到一个程度啊 人们说 我 我 山 山 我 人 人 我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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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我们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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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真是 人员 那 人员 总是 我 膊 没 怪 圣经 说 然后呢,摩西是极其谦卑的一个人 胜过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第2位内在这个多年的年初二 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知道摩西对神的认识 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前例的高度 神告诉摩西他的名字 从亚特拉罕以来 没有,神没有给他 再给人和名字到摩西 神告诉摩西,I am who I am 那I am who I am sort from他们犹太人法 亚维,就是今天我们用的耶路华的名字 是摩西领受这个启示 我们的神,就是要有耶路华,亚维,I am who I am 我不是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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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让他看到,I am who I am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钱 我就是你的钱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能力 我就是你的能力 你不是我给你的能力 我就是你的能力 I am who I am 第六二二一看到神 在我心里当中有很大很大的盼望 从摩西身上我们看到 由奴隶变王子 再由王子变牧羊人 再由牧羊人变成神的仆人 从无到有 再从有到无 再从无到有 再拥有自己和世界到一如所有 无依无套被神拥有 进而不再拥有什么 只拥有神自己 这就是摩西在这个一百二十年里面 这八十年里面他所经历的 所有的钱 皇宫的经历 牧羊人的经历 荒野的经历 使他成为一个能够爱了以色列的出埃及 禁迦南的唯一人群 摩西以前拿着埃及王子的仗 到后来他拿了牧羊人的仗 到最后他拿神的仗 来带领神的爱心 弟兄弟妹 摩西以前 他自封自己是领袖 但失败受伤 现在他被神拆派为领袖 以神等人的身份 昂守过目的带领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 八十年啊 八十年的新生灵培训和预备和准备代价不费 但成果是超然的 四十年以以色列人出生入死 成为神古人的最佳典范和法庭 第二点 今天早上 你可能不懂自己讲很多 我自己的故事告诉我 告诉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个四十年 又四十年 才四十年 我告诉你 四十代代表什么 耶稣在荒野里面 金石四十年 他出来是满有圣灵的能力 圣经讲的 摩西在荒野四十年 带领百姓进入四十年 上帝等着四十年 那一代的人死掉 然后他带领新的时代进入应许之地 整个故事 整个生命 想要告诉你 什么 四十代表什么 The End of the Fresh and the Renew of the Spirit 我要带出来的信息就是说 肉体的十瓦林 零的开始 在新的一年 你要过年 我要鼓励你 你要依靠圣灵来行事 你要让自己有经历四十年的这个经历 I am done 完了 I am done 完了 我完蛋了 我不要了 我死了 但是我要依靠上帝 我要死以复活 我要有圣灵的大能 我有圣灵的能力 走出来 阿们 我希望在你 今年的一年 你是一个全新的 不再靠你的属灵 不再靠你的 你的属闻的生命 你是依靠圣灵的大能 来证据神的能量 在你的职场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工作里面 在你的学校里面 在你的 听见阿们吗 阿们 一起赞见阿们 在你的政策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R是